公司税收增加推高整体收入 不过由于开支更高 我国2023年的财政年 整体赤字预料打36亿元 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.5% 那至于2024财政年 政府预计能够取得8亿元的小福盈余 算是收支平衡的财政情况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说 政府对今年经济前景时谨慎乐观态度 通胀率有望降低 经济增长率要将更高 不过前景仍不确定 而且存在下行风险 华许才说 政府除了会继续发展经济 也将帮助国人实现潜力 黄寻才说 许多国家要实施大胆且长期的计划可能有些困难 但新加坡却可以做到 因为国家的财政状况健康且可持续 政府也拥有国人的信任 我们应该珍惜且强化这些优势 议员将在国会复会时 就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今天发表的2024年财政预算案声明进行辩论 之后 国会拨款委员会将辩论各部门的开支预算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